乒乓球是咱们的国球 深受大家的喜欢 在济南有一位90后的女平教练 她身上有很多的标签 全国冠军独币亚参运会银牌获得者 今天是国际残疾人日 我们就来一起认识一下她 她是江苏连云港人 却在济南开启了第二人生 她有着怎么样的故事呢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好 让位 让位 重心再下一点 对 好 这个拉得好 漂亮 晚上六点 球馆内灯火通明 训练生此起彼伏 作为这家球馆的主人 刘旭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在这里她显得有些特殊 童年时候的一场意外 让她失去了整个右臂 那里有稻子 然后有个打稻机 就是打到大家农忙的时候 突然间停电了 停电以后我调皮 我就伸手进去抓 正好我抓的一瞬间来电了 正好就卷出去了 当命运对你关闭一扇门的时候 同时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在母亲的支持下 她从八岁开始系统学习乒乓球 也是从那时候起 她和乒乓球结下了不解之缘 并且从心底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从你一开始连拿拍子不回到会打回合 到会比赛发街发球 到比赛当中能战胜 这个过程啊 让我心里就是感觉到 只要你努力 你真正的去付出 真正的用心 你就有超越的机会 从省队一路打到国家队 刘絮不断超越 总共获得了50多枚奖牌 而2010年在广州举办的亚惨运会 刘絮为国出征 夺得了一枚银牌 达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顶峰 第一局上来的时候是 11比5输掉了 第二局是8比2落后的情况下 全场观众都为我加油 我一下感到人心的力量 和祝福的力量 而且每一个球 全场都在为我呐喊 我当时一下子就 扔了那个状态 一下起来 信心也起来了 作为运动员的职业生涯 足够辉煌 2015年 刘絮决定退役 人生的下半场 也随之正式开启 退役后的她 也没有离开 至爱的乒乓球 她决定开一家 属于自己的乒乓球馆 地点就选择了山东济南 就是喜欢全城 按理说就是 我最喜欢千佛山 和黑虎泉这里 我觉得济南仍淳朴 实在 然后接地起 而且总觉得这里人特别好 所以就特别想回到济南 创业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刘絮几乎是从头开始学起 她把多年打比赛的奖金 全部拿了出来 为这个球馆 兴住了全部的心血 都因为不太懂嘛 然后慢慢地去学习了解 后来球馆里才设了 前台岗位 保洁岗位 然后排客管理上了系统 原来刚开始都是手技 因为确实都不太懂 从运动员刚出来的时候 连招生都不会呢 在刘絮的努力下 球馆逐渐走上了正轨 她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就是给我带来一些 打球方面技术的收获 和就是那种放学之后 能够在这个球馆找到一些 心理上的安慰 我觉得老师讲得很细 能把每一个动作 细细地给我讲出来 是哪个注意哪个地方 刘絮足够专业 她的在国家队的成绩 和自己的这个技能 是让我足以放心的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她身上的这种体育精神 不仅体育让孩子们强身健体 更重要的让孩子们 学会百折不挠 现在刘絮已经在济南 拥有了五家球馆 每家球馆的学员 都在300名以上 刘絮和她的教练团队 每周都会走进社区和学校 以武推广乒乓球 她也希望有更多的人 能够喜欢上乒乓球这项运动 我觉得孩子打好乒乓球 树立好你的这个运动形象 就是为人生加分 而且乒乓球打得好 五乎四海都可以交朋友 我们有乒乓友谊 共同去创造未来 不光是在学习的道路上 我希望在今后生活 和事业道路上 都能一起相伴 从刘絮的脸上 我们能看到积极和阳光 就是当你真正喜欢一件事的时候 眼睛里是有光的 努力终有回报 希望刘絮的畅业路能够越来越顺